1.3號稱日本最冷的北海道陸別町 現在更乾脆拿冷來做宣傳 首先是昨夜放的雞蛋 完全凍結了 更加生卵也凍結了 我要吃 欸 想吃卻沒辦法吃 因為這杯泡麵只要放在貨外30分鐘 就像這樣 凍成像食品樣本一般 更厲害的是 原本凍壞了的醃漬物 現在變身為當地名產 來 いただきます 來 いただきます 啊 這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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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 但很不錯 味道很濃 很濃郁 你覺得失敗 你覺得這杯泡麵 就算不錯 下個月 當地還將舉辦奈寒體驗 放眼望去 一個個有如大雪球般的物體 可是工作人員特製的氣球屋 這是 Valune Mansion Valune Mansion 快屋渾然天成 山林縣河口湖附近 高15公尺的瀑布也大多結成冰 河口湖上的薄冰 則清楚襯托出富士山的倒影 最低溫接近零度的東京 黃菊赴城河也開始結冰 東北的秋田縣 則萬如銀色世界 大雪積成又高又厚的雪牆 甚至比人還高 暴雪相關事故 更造成9人死亡 87人受傷 超過10棟房屋全毀或半毀 秋田縣更是40年來第一次 召開大雪災害對策會議 長野縣則舉行傳統例行活動 在大韓這一天斷練強健身心 不管是沖冷水 還是站在瀑布下練膽式 都讓旁人看得直發抖 不過泡泡溫泉呢 北海道韓管市的熱帶植物園 特別為園內97隻日本猴 準備冬天專用的露天風呂 猴子們各個泡得滿臉通紅 很是享受 來自非洲馬達加斯加的環尾狐猴 則兩手一攤 坐在暖爐前取暖 一動也不動 看起來很可愛 看起來很可愛 但有點像小伯母 很溫暖 很不錯 很不錯 不只日本超冷 韓國各地也下大雪 首爾因為嚴重霧霾 下下了酸性 相當於柳橙汁的酸雪 路上更發生巴士打滑的意外事故 造成一死失誤傷 高速公路上也因路面截凍 導致嚴重追撞事件 至少一百人輕重傷 未來幾天前往東北亞旅遊 要特別注意嚴寒氣候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我們來focus 高科技產品市場裡面 智慧型眼鏡 智慧型手機 那麼都推出了遠端遙控裝置 所以你不用手 用滑觸控螢幕的來改變的裝置 只要拿遙控器 就能夠操作裝置上的功能 一起來看看 三角型感應器掛在單眼相機上 iPhone就可在遠端設定相機的快門光圈 任何功能操控 按下手機螢幕 便可啟動拍照 Maxstone相機遙控裝置 外型就像是波吉他的波片Pix 透過藍牙連接手機相機 作為遠端拍照遙控器 讓使用者自拍Selfie 不再受距離限制 同時具有提醒功能 若離開時忘了帶相機 會立刻以手機通知 不用再對著眼鏡自言自語 Google Glass也有省視的遙控器 Remote是全球第一款 Google Glass遙控器 它外型就像個打火機 以滑動觸控來切換功能 省去抬起手 觸摸眼鏡近況的麻煩 Remote has a linear and a circular touchpad that allows you to browse the timeline take pictures and record videos it truly gives you full control of your glass right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in a very comfortable intuitive 除非 除非 你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黄马乱连厚重的铁门都被挤歪了 早在前一晚就有人提前部署 零下低温带着睡带来 还有人摆个小方桌喝茶取暖 家长们熬夜排队 抢着位子女报名东令营 六点就有人来排队了 说已经有人发号发到一千号了 人特别多反正输不过来 太大场面了 报名会场更壮观 前胸贴后背 工作人员得站到桌子上发报名表 家长双手空中乱灰 就怕抢输人 头天晚上这么就几十个人也不是少数了 那么真的像新闻媒体说像春运什么这样子 被大陆媒体笑称为另类春运的 是北京公拜的七少年娱乐场所少年宫 因为世子优良又出过老牌明星 被视为培育才艺的金牌摇篮 五千六百多个名额 几小时内就报名额满 还有家长不死心 早晨开始四点半就全满 所以今天就是报上看看 还有没有那个漏网的那个名额 这下可有的等了 排在他前面要等候补的 还有五六千人 才艺老师点到重点 急破头把小孩送来学做模型 可不是为了培养兴趣 学员个个都有任务在身 董内营得拿出成果 最好还能度个金 仿佛上个东令营就能影响20年后 北京只有50多家公立课外活动中心 却有百万学生急着东令进步 这让家长们焦虑极了 现在我们这个少年儿童的独立的生活空间 是受到了很多的禅食 很多的地方的公共事实 都变成收费的场所 变成了补席的地方 考英文没考卷 闯关成功就满分 小学生该减压 可是大陆名文规定的 学校的功课在学校能做完 但学校外的功课还是堆得像小山 三年之内将堆出补教界 6000亿人民币商机 礼拜六有语文提高班 守风琴 然后我礼拜天有做文阅读 然后还有一个泡泡英语 偷偷打哈欠 幸好没被妈妈看见了 如果公办学校减负减的很多的话 大家都知道 民办学校 它的那个学业还是比较繁重的 我会就是给孩子现在就开始加重 它的那个课外学习 种种眼神坚定无比 恨不得过完一个农历年 加重农部们已经习得18万5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今天在前段报道了 内战持续三年的叙利亚 明天即将展开第二次的和谈 而紧接再后 内战平人的第二国家是伊拉克 伊拉克天天都有爆炸攻击 别约到现在才不过三个星期 在伊拉克的这个地方 已经有650条人命 无辜被夺走 守古巴德达的民众 天天祈祷 出门能够活着回家 因为宗教派别的冲突 越演越烈 快快乐乐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这就我们听起来 城墙烂调的口号 却是伊拉克人的奢侈渴望 1月20号短短两个小时 巴格达金船六起汽车炸弹攻击 至少26人死亡 15号伊拉克中部连环爆炸 超过70人丧命 2014年才过了21天 已经有超过650米伊拉克人 死于暴力以及攻击 这段监视器拍摄到的画面中 一辆黄色自用车并排停车 小黄车的驾驶下车 多不离开 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 都很稀松平常 但是在伊拉克 却可能是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 这起爆炸案和多数攻击事件一样 发生在市中心 什叶派聚集的商业区 因为政府大楼维安森严 炸弹客难以越雷池一步 搞得寻常百姓紧张兮兮 只得靠自己小心谨慎 这位50岁的理法师贾法尔表示 日子一天比一天要难过 但是每一天都可能是 而在巴格达 人们心中还有一个最深沉的恐惧 那就是伊拉克是否会爆发宗派战 盖道组织分支ISIS本月初宣称 控制了安巴尔省的两大城 法鲁加以及拉马迪 这里是逊尼教派的大本营 而什叶教派的总理马利基 不让军队直接进入法鲁加 镇压极端分子 反而是命令逊尼教派的部落 自己想办法处理 这正是马利基政府 长久以来垄断权力 加深宗派矛盾的铁证 但是边缘化逊尼教派的始作俑者是这位 这位是军队的城市